那再加上就是我刚刚还要讲一下 就是甘草糖浆 刚刚听大家一直在讲 很新闻 对 甘草糖浆 前一阵子因为好不容易 大家可以陆续有一些人出国 那我有一个老病人他要出国 他就跑来开药 然后我就说那你最近这个感冒 那如果感冒的话 我开一个感冒糖浆给你 因为我看他之前很爱买感冒糖浆 然后他就说 若医师等一下 你这次毒药再开给我 因为他在美国被抓 那岑陈医师也有提到说 这个药物的成分 在很多国家是被禁止 是 那因为他其实放在行李箱 那可能带个五六罐出去以后 那上面坦白讲 那罐子上面明明白白就写着 这个是鸭片钉 那简直是不打制招 所以他就这样被请去小房间会谈 是 对 那出国尤其到欧美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检查行李 万一检查到你可能自备的感冒药 什么这些 有些药物像 你觉得就是感冒药啊 没有什么 但是他以为成分就是不合法的 所以要小心 但将来你再入境这个国家 可能就变黑名单了 对 你每次进去都被请去喝咖啡 喝咖啡 对... 你有过敏对不对 我的鼻子是几乎一年四季 没有一天是通的 所以我常常 我的自备药就是有很多那个 鼻塞过敏药 然后有那种短效型 就是非常有效 一吃立即见效的 然后一种是长效型 然后一种是保养型 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吃那个鼻子过敏 因为我晚上睡觉是 鼻塞完全不痛 你觉得不好睡 所以你就只好吃那个 鼻子过敏的药 因为他都有抗组织胺 真的很好睡耶 就当安眠药师了 好好睡喔 我后来发现我 明明没有那么严重 但我照常吃 因为就是为了想睡觉 就觉得抗组织胺好棒的发明 就去买了安眠药吃就好了 我就觉得 主织胺也伤身体啊 因为就是可以顺便治鼻子 对 如果那个名字 就是吃安眠药不好 但吃抗组织胺 是一个附带的一个加成效果 我觉得好像是可以 所以我就算没有那么严重 我一样会吃那个过敏药 但我有一次真的是很严重 所以我吃了那个短效型 发现没有什么用 我又吃了长效型 还是没有用 我就三包一起吃 而且是 你这样不是说药跟药中间 要隔大概两到四个小时 我没有 我就是这样子 晚上那样 混在一起吃 混在一起吃 然后吃完之后我就睡了 睡了之后 我隔天真的是被挖醒了 说你今天要工作 你怎么还在睡 我就说我今天要工作 然后我就去工作 那天是拍照 我就拍拍拍拍 拍完回去 我是到隔天看那些照片 说我什么时候去拍照了 你都不记得 会失忆 太恐怖了吧 会断片 你会有印象说 我好像有出门 但我摆了什么动作 我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印象 可这样很危险 好危险 但我就是会有点依赖 哪个男人帮你戴什么都不知道 应该 一个过敏性鼻炎 如果过了这么久还没治好 表示医生讲的话 你没有仔细听 你看隔壁那位都已经治好了 其实你那个鼻喷剂 不应该是有塞才喷 鼻喷剂有两种 有一种是救急的 一种是保养的 那通常大家只记得救急的 但保养都忘记 因为保养喷了没有效 保养要喷三个月 如果以这个装饰品 我有喷 是不是 大家鼻子都那么漂亮 它是有功能的 不要把它当装饰品用 完全不能呼吸 喷三个月就通了 但是这过程当中 你的药量 吃的药量 就会慢慢可以减少 你就会显著的感觉到 我不再需要靠依赖这个药物 才能睡觉 那当然刚才讲的那个 你刚刚描述到 吃了三份药 然后呼呼大睡 这个没有一位医生会 大家都在摇头 所以我想 好解释了 是不是这个 希望你的主治医师 能够继续这个救你 然后通常 好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 常见的肠胃药 你也吃过吗 有综合胃酸的 减少抑制胃酸的 保护胃黏膜的 我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些 真的 肠胃这么好 因为我没有胃酸 对不对 胃脏器 没有 胃痛 没有 你怎么那么健康 你这么爱就化身 腹泻偶偶有内容 对 吃了吃坏肚子 偶偶呼吸 这些我都没有这些问题 你没有便秘 没有 我想那个 肠胃道疾病 但是仅次于呼吸到第二常见 在台湾里面 第二常见的疾病 那大家除了会自己去买感冒药 以外 大概也会常常去买一些肠胃道的药 那肠胃道有几个 就第一个 他讲的时候 第一个是综合胃酸的 其实它就是一些 美鱼脂或铝鱼脂 所以如果你吃到的是 铝鱼脂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腹泻 如果是铝鱼脂 它就会容易便秘 那通常它会做成 有时候会做成定剂 有些时候会做成散剂 胃散 有些它就是做成胃乳 一般的胃乳 以前过去的胃乳 就是有铝鱼脂跟美鱼脂 两个混合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们第二类的话 就是减少胃酸的分泌 那因为现在胃脂道尼有的人很多 所以胃酸分泌太多等酸很多 所以大家都会去买那些 抑制胃酸分泌的药 现在比较有效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抗主治安类的药物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那这两类的药物的话 它会让我们的胃酸 变得比较少 因为酸变得比较少 它钙离子吸收 就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如果使用时间太长的话 就有可能会产生 骨质疏症的问题 那胃脂肪膀抑抑制剂 使用如果说你要使用好几年了 一定要跟医生讨论过 这个因为它出了骨质疏 它就可能会有骨质疏症 如果你用几个月 那不会怎么样 可是又用可能一两年以上 这不行 这一定要跟医生讨论 第一个会有骨质疏症的问题 第二个有可能会有胃癌的问题 胃癌症 对 第三个是在我们的黏膜 我们的胃黏膜上 形成一个保护 比较常见的是 海藻胶类的药物 它就是会让我们 在我们的胃黏膜 死到黏膜 产生一个保护膜 类似保护膜 那它有缺点是少部分 它就会有便秘或脏器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家 从小到大 都会常备一个药 就是 所以我不知道 那个腔胃膜是 是属于哪一种 腔胃膜大部分都是第一个 第一个 中文胜用的 大部分都第一个 但我真的觉得它超级有用 就是小时候比如说你吃它 都会吃饭吃很快 然后就很容易脏气 脏气 就会赶快呢 就吃个两条 弄了两条 三条 对 两条 然后就真的就是马上就缓解 所以从小到大 我真的就是不能没有它 我们全家都爱它 然后连我妈 全家都爱它 真的 连我妈呢 因为我妈就是很爱吃 那种吃到饱的 饭店吃到饱 你知道呢 她把饭店吃到饱 吃到很脏 我们也有tempo 有顺序 吃到肚子大成这样子 然后躺在那个 饭店的椅子上 我们才肯放 就是才肯收手 然后这个时候 我妈就会很脏 默默从她包包眼 拿起腔胃伞 先吞两吃 她没有胃痛 因为她就是要先预防 不消化 对的 所以她把那个胃伞 当成就是保养品 在使用 然后直到某一天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看到 就是之前不是抢胃伞 出了状况吗 那个粉 因为她成分太多了 所以这个要使用上 我觉得也是要 特别地小心 所以我过去 就有一个患者 他就六十几岁的老先生 那他就是本身有高血 还有糖尿病 他很多慢性病 他每次常常会肚子不舒服 可是他很不喜欢做检查 他抽血人家 照理说糖尿病 都要三个月抽一次 他就是要六个月 一年抽一次这样子 那也不喜欢做检查 医生跟他讲说 你常常肚子痛 应该要做个胃疾病 因为50岁以上就 癌症的耗发 耗发年纪就到 都没有做过胃疾病 也很奇怪 那他就说不要 然后就叫他医生就是 开慢性病 要开一些胃药给他吃 可是有时候 慢性病一开就三个月 他没有要的时间 他就自己会去 药局买药 有一阵子他就会大便 他太太就说 他大便好像有点问题 因为那个 后来就帮他验那个血 发现他血溶素 其实有比较低 就说这不对 你这个血溶素掉到八点 八到九 八点多 这个有问题 这一定有在出血 这个应该要做检查 可是他就是不要 他还是一样就是 吃一下药 休息 我好 我就不舒服 我后来有一次 他就肚子很痛 吃完药做肚子很痛 然后就来到急诊 因为那时候很痛 痛到全身都冒冷汗 去急诊之后 一摸就肚子就很硬 就X光一照 就发现 怎么有空气 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那后来它是 然后产生一个破洞 是 后来就到开大房开大 就出 所以如果我们要吃这些 综合型的胃药的话 其实有时候 它是需要做个检查 因为这如果做检查的话 以现在医疗科技 我们要使用比较好的药 或者是溃疡要破掉 它其实不会那么常发生 大部分人的肠胃问题 其实是习惯造成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吃肠胃药 而是盖掉你的症状 没有真正去改善的话很危险 那因为在体检 我们同时不只看到肠胃的问题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 就是它的体检的其他变化 那像我就有一个个案 就是同时有刚刚讲的 我们胃药造成的骨质疏松 然后一看它的胃镜 就看到说 你的胃怎么 胃黏膜整个变灰白色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粉红色 然后有凹凸的 它已经是快要变成平坦一片 然后没有什么颜色 后来我就说 你这是萎缩性胃炎 那怎么会搞成这样 病人其实只有偶尔胃不舒服 但是他就觉得说 我不能让胃不舒服 所以他就每天去买胃药来吃 那长期下来就变成说 他的胃其实没有被好好保养 然后造成胃酸也一直很低 然后骨质开始疏松 可是他明明年轻 这么年轻 可是他的胃就已经 慢慢的就被破坏掉了 被他不好的习惯破坏掉 那因为萎缩性胃炎 大概会有 百分比一到三的比率 会变成胃癌 那所以其实这个个案 未来我们就是要劝他 很规律的要做一些追踪篩检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